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台湾炫法学》 我们今天邀请《台湾县法学会理事长》 也是县法跟国际法的专家 许清雄教授和我们来讨论 国家阶段的演变跟社会的关系 许教授好 是的 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廖元教授 大家好 许教授 我们上礼拜已经开始跟听众朋友介绍 我们有关国家演变的历史里面 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的 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 其实引起在19世纪初 就有很大的社会的问题 我想最有名的小说 应该就是在1838年的时候 狄更斯 发表了孤厨类的小说 来描述 当时英国很多孤儿的社会问题 还有就是余果在1862年 发表了悲惨世界的长篇小说 去描述也是一样在1802年左右的 化国的这种社会的悲惨的事情 那么所以在20世纪 整个国家的演变 就从怎么样去调整这种传统的 自由经济的放任的体制 变成这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路线 或者是福利国家的路线 今天我们是不是请许教授 来讨论一下社会权的观点来看 那么台湾在过去界缘体制底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政治经济的体制 以及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体制 我们上次提到 资本主义自由国家的体制 很多人就误以为 台湾也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国家 事实上问题很多 两者之间差异很大 台湾在界缘体制之下不用讲 那就是一个高度政商勾结 由中国国民党党国所控制的 虽然培养资本家资本主义 但是都是党国指挥操控制下的资本主义 自由经济 号称自由经济 但是一般民间或私人社会 根本不能跟它竞争 一直到解除界缘以后 开始走修正希望修正 企图走向所谓自由国家 或是福利国家的中间路线等等 开始出现这种理论跟主张 但是掌握政权的不管国民党也好 后来的民进党也好 却没有办法好好的确实的建立自由国家体制 或是福利国家体制 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国家定位不清楚 所以在台湾的那些大财团 在九零年代二十一世纪初 大量的把台湾的资金移往中国 这个就是台商的西进政策之下 整个台湾的经济几乎瓦解 劳动力 台湾的劳工 所有一般的社会各阶层的经济 都受到很严重的打压 这个如果是一个健全的 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或台湾国 那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但是因为模糊不清 定位不清 所以到底台商是不是可以随便把台湾的资本 特别是都是从各界收集到的上市公司的 每一个台湾人投资的资本 随便的搬到中国去 然后现在中国出了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台商要回来 竟然还要要求我们台湾人纳税所建立的国家 台湾的财政 来优待他 补助他 帮他设法 从中国大陆 逃回台湾 要来给他优待 好像他们是 去也是他 回来也是他 完全都要照顾这些台商 这个都是重要的 一些国家定位不清 然后让政商勾结之下 不清除的体制 那台湾的宪法体制也不用讲 没有正当性合法性 当然也无法经过宪法的裁判 客观的认定到底哪些法律 是违反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 或违反社会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 都无法确立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来拘束那些财大 把四大的财团影响政治 操纵整个政商的法律制度的制定 劳工政策的制定 所以要变成资本主义自由国家 也还没有达成 要成为福利国家 那路途还是很遥远 特别在宪法 人权的教育 完全空白的状况之下 什么是社会基本权 什么是自由国家 什么是福利国家 什么是中间路线 什么是第三条路线 我想在台湾 不要说一般的民众 年轻人 就是学者专家 也是误导扭曲 完全没有健全的关联 所以在这样的错乱民主 号称民主 但是是一个错乱体制的 宪政体制也好 国家体定位也好 都无法正常的一个状态之下 台湾不但不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 自由国家体制 也不是高度的发展的福利国家体制 而是一个完全由政商控制的 操控的资本主义 为所欲为的体制 可以这样讲 这一部分 那许教授在过去几十年来 从你的著作 还有在从事整个台湾的社会改造运动里面 你有很多的著作或者是写的文章 或者是发表的声明里面 也都一再去指出台湾现有体制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接着想要请教许教授的就是 从修正传统的自由放任的体制 而有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跟福利国家的路线 那我们想要请许教授再进一步来说明 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路线 后来形成了很多个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那是不是请许教授说明一下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理念 还有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初或是在十九世纪末 开始就对我们提到的 或是刚刚主持人廖宜恩教授提到的 资本主义或工业化以后的种种社会的不公平 或弱者受到压迫 希望有所调整 所以当时就有提出两条路线 一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社会主义路线 另外一个就是现代最先进的福利国家体制 那我们先谈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由国家完全掌控社会的资源 完全来掌控生产分配的整个体系 人类社会因为不满传统的资本主义 自由放任体制造成的避害 让大多数人受到资本家的压迫 所以希望追求完全没有强者 压迫弱者的一个社会 为了解决自由国家所造成的弱肉强食的现象 所以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认为整个社会的资源应该共有 共同来运作 共同来分享 所以又称为社会主义国家 也有人把它称为共产国家 因为都是共享共同运作 所以变成共产的一个名称出现 它主要就是主张禁止私有财产 所有社会资源生产的手段 完全由国家来掌控 当时提出的理论就是 国家是谁掌控 是有理想有正义感 充满正义公平的这些弱势阶体 农工阶体 或是注重人民追求幸福的人来掌握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所以有理想有使命的阶体 掌控国家的分配还有生产资源 再由国家公平的来照顾每一个国民 使所有的人都能平等的共享共游 所以又称共产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强调 国家照顾国民 从出生到老 没有问题 我们从衣食住行各方面 都来照顾所有国民 使每一个人都能平等的 来分享社会的资源 使工人也好农民也好 没有能力的社会弱势阶体也好 不会再受到压迫跟剥削 使资本家还有不适生产的那些 所谓社会的知识分子 精英分子也不可以这样 你必须劳动 必须成为劳动者 不能继续的在那边指挥 掌控支配整个社会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图表 我们这个图表就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本来是应该 由人民控制的 但是后来社会主义的国家 却是由社会主义政党 或共产党所控制 它片面的一个箭头 片面的来指挥人民 来收购人民 不可以有私有财产 整个社会的生产设备 资源都要国家控制 强行介入分配一个单箭头 来分配给人民 希望人民不分阶体 不分阶体 然后所有劳工农民弱者 都能得到国家分配给你的 基本跟大家一样的生活费用 大家平等的共同享受社会的资源 当然你也要分配各种劳动义务 有义务去劳动 然后下面的资本家 跟传统的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把它消灭掉 不可以 你们一定要劳动 你们一定要跟一般人一样去劳动 所以强制他们劳动 不允许资本家 富二代 平白的享受 祖先留下来的财产 不从事劳动工作 所以私有财产全部禁止 没收收归国有 那你自然就要参与劳动 不劳动你就不能分配 到国家给你的生活资源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你自由的权利 你自由自在 不想劳动 或是要运用资本 剥下劳工的权利 经济自由权就被剥夺掉 是 从许教授的说明里面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 或是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 他由于是国家强行的介入分配 不允许人民 你拥有私有财产 所以强调的是平等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我们宪法学里面 其实许教授也用很多的时间去说明 这个在人权的发展历史上 这个自由权 跟这个平等权的这个概念 但是在于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面 他是强调的是这个平等权的部分 反而去剥夺了这个自由权的 忽略了忽视了自由权的这个发展 所以如果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就面临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对 如果单纯的从追求人人平等 这样的一个平等原则的目标来讲 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经体制 是很有理想的 在人类整个理想性 道德性或是正当性来讲 都是很就像宗教所宣传的一样 是照顾所有的人 所以一开始社会主义的理论 就受到大家的赞扬 很多年轻有理想的年轻人 都纷纷的来参与这个社会主义 或推广这个社会主义运动 我们看到即使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的领导者比较有理想性 像周恩来邓小平 都是到法国去学习留学 然后学习吸收社会主义的理想 想要回去中国 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的革命 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一开始也都是有理想性 但是问题是出在后来整个现实 跟整个人性不可能这么样大公无私 为了理想而都放弃一切 所以在现实跟人性无法突破的盲点之下 就没有办法继续来发展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理念或理想 所以据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苏联东欧都放弃了理想 瓦解变成专制党国体制 目前的中国也是一样 虽然跟苏联跟东欧一样 无法继续推动坚持社会主义路线 但是它却转变为独裁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路线 由共产党有少数的统治阶级 掌控所有的社会资源 然后来支配所谓资本主义 建立很多财团公司 但是是由国家背后操纵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美国也好 世界各国也好 终于发现原来中国的改变 放弃社会主义路线 结果是恢复到一个 由独裁统治阶级所控制的 表面是资本主义 但是事实上是少数人控制的 独裁专制的资本主义运作 因此就会造成目前 中国跟世界各国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经济体制的重大冲突 原因资本主义 这个是现在中国面临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他们的宪法里面 你去规范这个无产阶级要专政 所以就是变成所有的国家的这些资源 就掌握在这些少数的这个 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的手上 所以就像许教授讲的 他走的路就蛮像过去国民党在台湾 所掌握的这个所谓的党国的资本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形态 当时的国民党还政商勾结 目前的中国是政治来控制商 然后好像布袋系在前面 你看华为或什么 都是背后有统治国家权力的共产党 高阶层少数人军方掌控 而不是可以自由制 随时叫他放弃财产 随时叫他签个放弃财产的证明 然后跳楼自杀 那就乖乖 所以那些几千亿财产的大资本家 一气之间财产全部不见 过去风风光光要吹牛 说我要照顾台湾年轻人 你们来就有月薪多少多少 那个马云 现在一句话都不敢讲话 是 是 是 所以是不是请许教授继续来说明 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它实行了这个社会主义 或者共产主义的结果 那面临怎么样的困难 所以社会主义的理想 或它的整个架构本来是很好 但是里面有几个 我们这边举出最主要的四个矛盾来说明 为什么社会主义理论 无法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运作 突破或健全的发展 真的达到他们照顾每一个人 从出生到老 所有生活 你们可以无忧无虑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会照顾你们 为什么做不到 第一个就是公平分配 基本上不可能 在人类的社会 人类社会的资源有限 每一个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都会互相争 争来争去 我们看人类发展的历史就知道 所以各种生产的质跟量 实在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欲望 在现实跟人性欲望的冲击之下 所谓公平分配 平等的来共同享有 国家社会的资源 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我们只有举简单的一个交通工具就好 在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也好 过去大家交通没有什么工具 就有走路 走路去上班工作 去农场工作 后来就有脚大车出现 我们某一个时期 中国大陆大家都骑脚大车 看到走路 你看我有脚大车 走路的人就不满 为什么他有分配到脚大车 我没有 但是脚大车一开始生产有限 无法让十几亿的中国人都有一部脚大车 后来骑脚大车的人下雨天 本来高高兴 后来旁边摩托车过去 还喷了满一大堆雨水 把骑脚大车人喷得火大 他怎么有摩托车 我怎么还要用脚在那边踩脚大车 所以我也要摩托车 公平分配 结果去震 没有啊 摩托车生产有限 慢慢等 所以好 骑摩托车的人很高兴 旁边红旗的汽车开过去 他还有司机还可以坐在汽车里面 多舒服 冬天不会冷 有暖气 我为什么要骑摩托车 所以脚大车摩托车 汽车 大家分配公平是什么 房子也是一样 分配公平是什么 所以因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 再怎么生产 也不能让每一个人想要有汽车 就有汽车 想要有房子就有房子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由衣食住行各方面实在不可能 因为有限的生产资源 而满足实际中国人的欲望 所以所谓公平分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变成实现不可能的一个理想 互相争夺有限的资源 互相享用权力来分配到更多的 更理想的社会资源 衣食住行的各种交通工具 日常生活的房子生产设备 必然存在于社会主义党国体制里面 造成大家都要运用权力 依附党国体制 来企图比别人分配到更理想更好的资源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后来整个社会资源 分配不公 所以必须要用强力的国家强力来压制打压 你不可以抗议 你分配到什么你就乖乖的 这个就是公平分配 你不要在那边吵 这个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就压制不了 对公平分配不满的各社会阶级的抗议跟不满 造成混乱的原因 所以就人性或者就资源有限来讲 你要把这个资源能够做公平分配 的确有它的困难性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真的所谓的 有限的资源的公平分配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那许教授刚刚提到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碰到有很大的困难性 那在这个现实上 也的确很困难达到公平的分配 那是不是 因为实践关系 所以我们下次的节目 会详细在说明社会主义的其他三个部分的 无法突破的困难点 包括自由权会受到限制 包括政治体制会必然形成专制独裁种种 是 好 我们今天谢谢许教授的说明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困境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